1931年的一天,一则新闻报道轰动京城,这则新闻报道的题目叫《铁帽子王拉洋车》,配发了一个外国人拍摄的一组照片,照片上一个身材鬼悟的,人正拉着洋车招来客人,铁帽子王,拉洋车,这一定是假新闻吧?错,铁帽子王是真的,拉洋车也是真的。 这位拉洋车的铁帽子王,叫燕森,他的王爷封号是克勤郡王,属于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,世袭网替,按照阿Q的说法,燕森的祖宗也,或错,或,燕森是努尔哈赤赐子戴善的后代,戴善英勇善战,统领正红旗,将红旗,为清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,乾隆时期, 戴善的孙子罗科多被封为克勤郡王,得到世袭网替郡王的许可,这就意味着,只要不犯下重大罪过,他们家族将是世代代保持王爷封号。 我们知道,清朝王爷作为宗室子弟,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,由朝廷花钱供养着,无需劳动也可以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。 那么燕森为什么沦落到拉扬车的地步呢? 说来话长,燕森在1910年被习封为克勤郡王,十年十四岁,算一下,燕森是清朝最后一位习封王爷。 第二年,以武昌起义为标志,辛亥革命爆发,1912年2月12日,末代皇帝普一以清廷的名义,颁发了清帝退位诏书,宣告了清朝统治的结束。 俗话说,树倒胡孙散,清朝这棵大树一倒下,依附在这棵大树上的胡孙门,立即就四处逃散,各找各的出路。 燕森成为铁帽子王才两年,清朝就灭亡了,这可怎么办?首先是收入没有了,以前清廷会给他发放一笔优厚的俸禄,足以让他过得疏疏苦苦,衣食无忧,现在民国政府是指望不上了,其四世开支依然如流水。 燕森年龄并不大,但他跟八旗子弟一样,自体不齐五谷不分,大手大脚用钱灌了,哪里过得了乐井裤腰带的苦日子? 好在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燕森一家好歹是成席一,零零多年的铁帽子王,有一份不薄的家业。 如果悉心打理,守着这份家业过日子,生活是不成问题的,可是燕森哪里懂得什么打理?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贩卖家产,将祖宗留下来的诗书字画,文物古董,一样样搬到当铺里去换成银子。 到后来,燕森更是将王府给变卖了,卖了王府不算完,第二年便把位于田村的祖坟地卖给了内务府的中阳家。 在售卖祖坟地之前,燕森已将祖坟地几百棵大树技术砍伐,卖给了牧场子。 再过两年,又将最后一块祖坟地,位于怀柔的祖坟地卖掉了,再大的家业,也经不住如此折腾啊。 当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一空后,燕森落得一个,白茫茫大地真干净,接下来怎么办呢? 只好当苦力了,在卖掉怀柔祖坟地几年后,燕森到洋车行租了一辆洋车,当了一名拉洋车的车夫。 幸运的是,燕森虽然不吃海喝,但没有沾上吃喝调赌的恶行,特别是不抽大烟,这使得他有着一副结实的身体。 否则的话,拉洋车他都没有资格,很多人不知道燕森王爷身份时,乐意点他的车,因为他常得斯文白净,车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 后来,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报道出来后,轰动了京城的大街小巷,人们争先恐后来围观这位拉洋车的王爷。 铁帽子王爷仍成为网红,但是却没人敢坐他的洋车了,王爷拉车,咱坐折兽养,这是传到普一耳中,普一将他照到东北,由于燕森没啥本事,不能在东北任职,只好又回到京城。 此后,燕森就销声匿迹了,参考资料,最后的皇族等。 请不吝点赞 מע浏览子娘。